大家好 我是尤同博士 那今天呢 我們要來幹嘛呢 最近正逢端午節 那大家一定 端午節要幹嘛 吃粽子 神奇吧 吃粽子 華龍粥 還是 麗蛋 那我們今天呢 當然就要來做一件 最有科學知識性的就是 麗蛋 那尤同博士 今天就要來教你 五種麗蛋的方法 首先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們第一種麗蛋法 到底是什麼呢 那我們先來旁邊一下 那我們第一種麗蛋法呢 當然就是 大家 眾所皆知 而且又是 最簡單的麗蛋法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 在床壁上麗蛋 這就是 我們最簡單的麗蛋法 那再來呢 就是我們的第二個麗蛋法 嗯 看嘛 再來 當然就是第二種啦 第二種是怎樣 在馬桶上 麗蛋 成功 那在第三種呢 在蛋上麗蛋 好 我們就此完成了 蛋上麗蛋 那再來呢 第四種 在你們家的 天花板 天花板 麗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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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完成了 天花板 麗蛋法 哇 這個真的 超厲害 天花板 麗蛋法 就再次完成 好啦 那今天的 事況就差不多 這邊啦 喜歡的點個喜歡 不喜歡的就 改變一下喜好 那我們就是大家 大家 拜拜 好